上设备来熊线 那个线从那边一直沿着这个墙盖 你看过到这 电砖一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卓工小米 给这家客户是装结具的 结具装完了 客户反馈客厅和客厅旁边的卧室 有几个插座不通电 安插座的师傅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包里面咱先找个电笔 用电笔先撤一下 咱先看看这个配电箱 这是老房子重新翻修 这些都没有换 以前的电路做的都不太规整 一共才三个漏宝 估计客厅和卧室没电 是因为走的是一趟线 先看肿杂这边 线路都有电 摸了一下 所有的线也没有松动的迹象 那我们接着往下查 沿着客厅转一圈 我们看看哪个插座没有电 这里有电 沿着这一圈 我们看这边这个 这个也有电 然后这个下面应该有几个插座 哎呦 这几个都没电 看看卧室 卧室的插座也简单 灯有电 我们再看一下床头的另一边 这个也有电 然后再看这 这个有电 哎 这个有电 这个没电 车这个也没有电 正常按理来说的话 这两个应该是虎通的呀 而且这边两个线盒挨着 既然有一个没电 那只能打开 先看一下了 翘叉这的时候 垫点东西 这样就不容易把人家的白墙给弄脏 打开这个鞋盒才发现 里边原来是一根网线 怪不得就不通电 另外这边只有三根线 只供了一个插座 那这边这两个插座和这边的一个插座 说明不是互通的呀 不是一趟线 为了一探究竟 咱还是打开看看这个里边是什么情况 会不会里面也是三根线 我去没错 三根线 在同一个卧室走的线 既然他俩不是互通的 那么这趟线难道是从客厅过来的吗 接下来我得验证一下 我们的猜测和推理是否正确 看来我得用绝招 来上我们的熊蟹仪 熊蟹仪开机 擦上 夹住 随便夹 这个无所谓 好 把另一个打开 开关打开 灵敏度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开到最大 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看它是不是从客厅穿过去的 不过八九不离死 应该就是这里了 果然尻过来就开始报警了 那这个线不就在这吗 这地方干活太憋屈了 把这个柜门拆掉 这里面几个插转 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对象 发开了看 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而且这边线的颜色和对面卧室没电的插座线颜色都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黄线呢 就是从这边往旁边两个插座串过去的线 看从这边串过来的 从这个呢又串到了另一个 这就没有进线 怪不得没有电 干到这就有点梦圈了 这两头都没有线呀 难道是打柜子的时候把线压住了吗 接下来我们还得从总杂这想办法 客厅还有两个插座是有电的 先找找这两个插座 那边有电 把第一路拉了之后那个就没电了 那个没电关键是那个有电呀 你到对面那个 那个还有电 那个那个是第三路 我去 这个线怎么走的呀 第三路没了吧 没了 没电了 难道那一路是空调的 单走的一路空调 把那个拆了 拆了我看一下 有拆开和我想象的还是不一样 如果是空调的话是单线 这个是有进有出 而且那个地线难道没有接吗 这是为什么 这是地线 地线也不接 先不考虑那么多了 既然是双线 那我们应该是找到答案了 先把这个线拆开 左边的这两根有电 右边的两根没电 也就是说这个线是从这边进来 从那边出去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找这两根没电的 看他是去了哪里 要想找这个线去了哪里 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用手摸是摸不到的 只能用熊蟹仪来看一下他走向 这会儿估计大家都想的是这个线沿着墙杆 肯定就去了背景墙那几个插队那里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个线从那边一直沿着这个墙杆 你看过到这 到这就没了 看在这 看 一直是走上来了 路线绝对就在这个线盒的下面 只不过是当时肯定是重新做线盒了 然后把那路线给压到里边去了 就在这个线盒的下面 基本上已经缺掉了位置了 就在这里 他没跑和客户已经沟通过了 先把下边的墙挖开 挖开我们先把线找一下 果然是在这里 这根线管看到了吗 里面的线 看这个线整整齐齐 应该是当时施工的时候直接切断了 怎么还有一位发现 这个线怎么一拽就拽出来了呢 这一根也是 但是管里面那三根线我们是拉不动的 当时我脑子也短路了 总认为下边肯定还有一个切口 可能是被切断的 所以把下边又割了一刀 当我们后期反应过来才想起来 从那边穿过来不就三根线吗 最后一推想 原来是切的人应该是切断了线 结果把切断的线又给塞到线管里边了 所以导致我们误判了 切断线的师傅又把切断的线塞到线管里 可见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怎么干 属实是有点过分了啊 难道是欠你钱了吗 故意留了一手吗 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猜想 谁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接好了 现在送电 没问题啊 就是那根线 现在这边通了 我们到卧室再看一下卧室的 没问题啊 现在通电了 我们把这个柜子恢复 然后下边等于木工师傅重新过来补一块板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此次的维修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